那時候陸監是在台東的 對 因為我被告嘛 被告那時候是在台東監獄嘛 啊我媽原本她都是在高雄 為了要究竟 要看這三個白痴的學生 你不要說過人這麼無聊 那會客 老大 老二 老三 老大 電話咧 那有要跟你買什麼 有什麼事情要交代 好 沒來 割掉 來換台語的 你這個人 哪個角色扮演的 Cosco的學生 尤其中都尤其中 翻過頭 我有跟我們老子尤其 真的啊 那你貴媽媽媽媽媽那時候 啊有老子有老子有 純靠的說人了 不然你怎麼說人了 我就怎麼 彈皮袍你聽了嗎 不可能吧 他好像笑談人生啦 其實我覺得他內心裡面 應該是有柔柔的一面嘛 我個人的感覺是怎樣 人生過得越不如意 應該越要開心的去笑 你要用笑去掩飾你內心的悲傷 這家厲害了 他是我們巡邏車拍到現在 嗯 故事很厲害 我超期待 多厲害 這個老闆他曾經三兄弟截夥 搶運超車 不要啦 這個不要去房 我跟你講我一開始我也覺得不要 但是我是覺得可以讓觀眾知道 他是如何改過自新還有如何搶運超車 哈哈哈哈 沒有沒有 社會上有很多更生人 裡面官出來之後 有些人是真心想悔改 找工作碰壁 想要認真過生活也沒有辦法 大眾可能還是不能接受啊 所以我真心希望有看到這一題的 我們想要傳達的是 每一個人都有改過自新的機會 只要他願意悔改 因為故障每一次要拍攝什麼店家 他真的都不知道 我剛在門口跟他講 老闆之前過往的戰績 他認了一下 我說好嗎 沒有 我們現在是單身賣 是說小小的肉肉飯而已 你不要緊張 但是還是會有部分的網友 覺得以前犯那麼多的錯 現在好好認真就能洗白嗎 就能洗白嗎 人生的路程 其實就是不斷的在犯錯 得到的經驗 後面變成智慧 我們是因為說比較煩慢 在驚我們就是都說 那三頭髮一直去支 你看到頭髮是拼 你就想說 你企劃嗎 到底是你拼了我先拼你 然後我要講的是 很多人可能現在還不知道老闆 到底曾經發生了什麼事情 自己陳述一下好不好 在民國大概92年93年 我們家三個男朋友 這我們家也這小肚子 三兄弟還有一個姐姐 我們三個男朋友 三個男朋友算幾個 我們都做八大行業 所以那時候賺了不少錢吧 不要說賺不少錢 一定賺很多錢 那很好賺 人家說過一句話 年少得志大不幸 我們開始做八大 包括電動和京 我們很多的青菜 我們這所有的三個 都三四十萬 你當年沒有這些金流 有的時候 家雄說 四大人 負責還是什麼 小的問題 當年落地了 不是說很方便 你聽到你很索 所以你就想說 幹一票大的 幹完要收山 對啊 然後後來 那一次就計畫了 那怎麼辦 你要有夥伴啊 對啊 我說真的 我沒有應該叫我 阿姨家雄在那 我們三兄弟在那 我們老母說 我成熟的那個 上海是三的 校生 當這個 你去看 所以哥哥跟弟弟 也被你猶說 就一起參與了 對對對 他們也都沒有這個 把持的力量嗎 欸應該是 應該是 應該是你太會講了 應該是 我也是這樣 我也是這樣感覺 那時候 什麼計畫的啊 啊 結果就是很簡單的嘛 我跟我們小姐兩個人 我小姐 啊後來 很順利的嘛 我們就 我們就 很理性的 跟保全人員的溝通說 不好意思 我們就比較欺負 媽媽的姐姐 你請先請問一下 啊保全怎麼說 保全你拿去 你拿去 你拿去 一定不是這樣嘛 我們一定是用 暴力的手段 就要去跟他脅迫嘛 後來就 順利的就拿到了 就借到了 那你最後是怎麼 被攻堅抓到了 我看不是攻堅啊 我在我朋友園島秘嘛 就一個便衣配合 一個穿這個給我 然後就說 欸 不好意思你好 我查一下給我 你當時你沒想 要趕搜 後面問走啊 沒有 應該是這樣說 因為我朋友園島很帥 剛才去他在山中 這趟都看的 給你趟嘛 給你趟嘛 你趟一趟 啊你 這麼縱密的計畫 就這麼順利成功了 欸 逢中作別欸 對啊 然後我回到台東 我就趕快進去行事組 找他們 看到他們三個當下 我真的是 喔 我受不了 你知道嗎 那個三個 一家 就四分五裂 三個兄弟都進去 你會覺得說 他們要進去多久 他們的人生就毀了 後來三個總共刑期 大概是多久 我十四年嘛 啊我弟十年嘛 我哥八年 這樣加給他 32年 哇 也三十幾年了 所以那時候 陸監是在台東的 對 因為我被告嘛 被告那時候 是在台東監獄嘛 啊我媽原本她都是在高雄 為了要究竟 要看這三個白痴的學生 欸你不要說這個人這麼無聊 那會客 老大 老二 老三 老大電話 那有要跟你買什麼 有什麼事情要交代 喔 好不 來 割掉 你這個人 那在角色扮演Coskey 你們媽媽來這樣探監的時候 你們沒有跪下來跟她說對不起啊 或什麼 有啦 因為我後來我上訴到 花蓮高分園嘛 那時候我媽坐在後面在聽的時候 嗯 開著說開山 翻過頭我跟我們老母跪 真的啊 那你跪媽媽媽媽媽那時候 啊我們老母 我們老母有 不然你敢說 我就怎麼 彈皮袍你聽了嗎 不可能吧 有啊 有純皮袍而已 欸這樣是玩笑話 媽媽勝哭的功能 他好像笑談人生啦 其實我覺得他內心裡面 應該是有柔柔的一面吧 我個人的感覺是這樣 人生過得越不如意 應該越要開心的去笑 你要用笑去掩飾你內心的悲傷 就像你那一句感覺有笑容 你就不會哭太久 我剛回來我沒錢 一般租房子要押金要兩個月 這個屋主我跟他講 我說我是更生人 我回來我想要好好的做 可是我手上現金有限 你直接跟他表明 對 也好人啦 他跟我說我欣賞你 就坦白 你阿金我給你收一個月 喔 很好 其實應該是說 當初這間電帶設計的時候 我也是很想的 我如果滷肉 我買不起來來說 我就拉麵也可以 我賣咖啡也可以了啦 就是因為你看他這個有沒有 到處要做拉麵也可以 對啊 你看也有分隔啊 然後這再隔起來 有啊 那個時候啊 疫情那時候 不是都要有隔板嗎 對啊 隔板哪家有啊 哪在吃話可以吃 隔板 那你後來出來以後 有結婚嗎 今年啊 今年結婚 喔 今年結婚 有今年結婚 剛剛那個小朋友是 姐姐的 二代目 我剛剛看到姐姐的小孩 也是在店裡幫忙耶 對啊 我們也很乖耶 而且當時接到老闆報名 YouTube又去查看有沒有 其他節目來拍攝過 都是專題報導 像1001個故事 還有台灣亮起來 在鏡頭前老闆都很正經耶 喔 真的喔 然後就想說哇這個老闆 應該不太好訪吧 欸沒有他好會講 所以你是他們的訪問 所以你是很正經這樣啊 很正經 不像是奧斯卡獎 對 好 然後就是那時候 你們犯案 除了三兄弟之外 就沒有別人了嗎 有啦 一個是從小玩到大的朋友 另外一個是我那時候 做八大的員工 其實說真的啦 對他們兩個 真的說虧欠 我第一個員工喔 他那時候他也是 從小是他阿嬤代當 喔 又是隔代教養 他們阿嬤從高雄騎 有剛才來跟他 等一等一等一等 喔 喔 所以在裡面關的時候 我最擔心的就是 我那個年輕人 那時候我一直在鼓勵他 好好表現 我希望你能夠回去的時候 你阿嬤還在那裡 後來他回來的時候 阿嬤已經送到養老院 就是有一點失智了啦 喔 你如果關你現場 如果過一會 你的煩惱是大人的貪圈 喔 這是我對於他 最大的遺憾跟虧欠 因為這錢 你還給他 比較多錢 你都保養不回來 欸這個真的會讓你虧對一輩子 真的阿 最後他當時犯的那一起 是大論發運操車搶案 你有什麼想對大論發說的 謝謝梁董 葉娘梁董 謝謝你 你原本來台東大論發開的時候 其實買氣沒有很好 但是小弟幫你 打一個廣告 謝謝你給弟這個機會 沒有啦 沒有啦 剛剛說的純屬開玩笑 然後當初對於大論發這件事 造成社會的恐慌 對彥良良 造成那個困擾 我也很抱歉 阿現在小弟仔我 回來改靠主心 阿你如果有機會 我希望你會來這裡 試試看看說 今晚飯 是不可以像以前 反那個故事一樣 那樣精采 絕對不會讓他失望 沒有啦 跟當時那個案件一樣 一樣 要難忘 吃了讓你難忘 好